今天晚上咱就个热露营了 不行不行 这么晃亮肯定有狼这晚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方圆内几十公里 都没有人居住的无论区 就连导航和地图上 都找不到的一条路线 如果我们能顺利的 走出这片一望无际的戈壁塔 那么计较迎来的就是 结束了口罩期间 再将围起半个月 刻骨铭心的房车旅行 只要能错约成功 就能恢复我们之前的 房车旅行生活 在不明路况 手机宣称无信号的情况下 幸亏有全国乘汽车伯乐器模协会会长 贝塔兄弟站 行进了一半的路程 进入大峡谷后 意外还是发生了 我们迷失了方向 在我原地等待 贝塔出去探路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萤幕 没有狼哪有狼 不行不行 我得快走 这给他吓了 这边是得荒凉 最终在贝塔的努力下 我们顺利的走出了无人区 进入新疆的伯乐市 我们找到了一个免费的停车场 饿了一天的我们 也该填饱肚子了 做什么好吃的呢大叔 晚上炖鱼吃 金钞鱼啊 一会儿再炒个鸡蛋 今天已经12点了 楼铁们 今天我们小宁正式恢复 房车旅行生活 给我们点个赞吧 感谢 点个赞吧 感谢